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火之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波音和航空股的ETF 无端端说这个题目,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就是今早或者昨晚,波音就有一件比较大件的新闻 都想和大家在这个新闻里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啊,究竟买过股或者买ETF 究竟有什么分别呢,还有什么启示呢,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看看是否,买了波音很大,波音,航空股ETF的比较 第七集,ETF已经去到,其实第五集就在制作中 看到这些新闻很想说,看到有点火,有点猛烧 所以立刻就分享个人意见给大家看 波音这家公司也不用说那么多 这家是全世界最大的飞机生产商 其实它不是只做飞机的吗 什么都做的,飞弹,人造卫星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都有供应一些武器给美国,很多地方都有的 不详细说了,自己有机会看看 波音这家公司很厉害的 回机看看 看完了,大概了解了它有什么公司 现在为什么这么大战呢? 新闻说什么呢? 新闻说,埃塞俄比亚空难 即波音737客机,MAS8系列的机 发生空难 我怀疑很多国家都觉得这个机质量有问题 中国就带头禁飞 很多国家都转贷,本来支持美国都转贷 都不用的了 导致大家都猜到股价 就是靠买飞机为生 如果里面的业绩 或者里面的盈利模式 都不在详细多说了 大家可以看看波音的报表 究竟是什么盈利,或者是什么赚钱 做飞机是一个很大的业务 如果它的飞机不能买的话 对它的业绩会很大影响 继续令到它的息率和股价都会有所波动 大家停一停想一想 究竟看到这个波音事件 大家会有什么想法呢? 是不是觉得这个只是普通的新闻呢? 是不是跟你的投资有什么事呢? 我们从这个新闻 可以比较一下过股和ETF的好处和坏处 各自好处和坏处 以及看到我们应该做什么投资的决定 究竟你是喜欢过股 还是喜欢ETF呢? 稍后一一再说了 过股好处不用说了 我研究完股票 我就去买它的股票 上落波动较大 较容易做到大升大跌 稍后追求刺激人士 之后我们可以看看股价 我可以按给大家看 等一等 等一等 时间关系已经按好了 这个就是 多久呢? 年头到现在 波音的业细 其实股价做得挺好的 这个就是百分比 股价是310到440 其实都升得很多 但是这几个新闻是急插 插到377 这个就是波音的股价图表 好处 好处当然了 你就可以有一个较大的升幅 和较大一个大升大跌 可能適合追求刺激人士 还有呢 过股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博收购 博收购 当然了 博收购几倍几倍的 还有很多ETF 或者很多投资物 都未必做到 博收购 这个感觉好处的 那坏处方面 都不用说那么多了 其实买股票呢 就是我为什么这个频道 经常都会说 ETF和股票的关系呢 就是 那个坏处就比较 我觉得比较显著些 买个股 今次我都和朋友聊天 都分享自己的想法 他经常都买股票 好好好 我就说 买股票呢 不是说不好 但是对比起ETF来说 它的坏处真的很严重 大家看看坏处了 有机会出现极端的情况 完全没得估计的 完全是一个 好像买六合彩的 有些成份 例如说今次 被国家抵制 中国 加拿大 很多地方都抵制波音 不是说波音做得不好 去飞机可能做得好 但是 始终你这么大的公司 做飞机这么多 我不是说要帮他什么 但是 这件事死了这么多人 都很难过 但是 可不可以確保 每一件事都这么安全 做人 那这个就 三思了 大家想想 究竟这一个有没有估计的呢 其实真的没有了 就是这件事 很多东西都会出现的了 例如高层走路 高层病 被收购 恶以攻击 好像华为那样 被美国针对 等等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都很难去估计 还有呢 就是得过 很多时候买股票 我时常买股票 听到很多消息 好好好 等等等等 但到头来去到某一天 总是全个行业龙头的公司 都可以一夜之间跌 不知20% 30% 不知为什么 有些不知什么原因 这个就是买股票的 其中一个我个人认为不好的地方 就是完全没得估计 有些地方 总是你说它的业绩好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得估计的 这些发生事件 所以 这个就是买股票的风险了 还有 你别以为 做到龙头公司 都会 可以持续做下去 很多龙头公司 都 例如说这几个 很难确保龙头公司的位置 不被取代 行业 记住一句说话 Nokia 大家都听过 以前最大的手机公司 Motorola 都很强的公司 Batbury 国泰 这些全部都是 世界上最大的 电信商 手机生产商 国泰更加是 航空业龙头 但是现在的业绩 大家看到 但是有一样跟大家说 其实可以避开这些风险 就是 你买ETF是买一个行业 例如买航空股 就是一个ETF买了整个行业的航空股 当中 龙头只占4% 如果龙头的业绩做得不好 或者股价差 它会被剔出这个基金里面 简单来说 行业不会倒闭 那只ETF ETF就不会倒闭 但是公司就会 无论你是多厉害都好 今天很多生意已经是 以前龙头都没有了色彩 光彩 例如麦当劳 可可可乐 埃克森美孚 各方面以前都是最强的公司 现在都差了很多 那第4 3、4 刚才都说了 过股仍有很多不好处 我都不太建议大家 花这么多时间心神去买 第一就是刚才说1、2 第三 里面的公司盘数 或者3、4都差不多了 3、4里面盘数怎么做呢 根本就不知道 很多东西都没有一个 就是你说有会计师公司 其实会计师公司就是帮那些公司做的 那将这些数据 填在上一年、下一年自己收拾的 那所以 我们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除了公司做些坏东西之外 收购、走老 或者是被无可避的新病 都会影响股价之外 中间做些内幕交易 无高弄低 小股民 无时无刻都不知道这些资讯 就是被人玩弄一样 每天带一些消息 阿芳 每天带一些消息 完全被人玩弄 希望大家想清楚 究竟买股票的好处和坏处 刚才我说了 不好处都是 无论龙头也好 都有机会做不到的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 买个股都会有很大的风险 就算是这间公司的老板 他都不能够 你看这件事就知道 老板能不能够估到这些事发生 都不能够 所以买股票 其实 博的成份 好像买到钱差不多 我跟大家说 这间公司已经是最大的了 在航空业 所以大家好好想清楚 究竟个股的好处坏处是什么 都讲ETF的好处坏处 但是有些朋友依然都不是很熟 很熟悉究竟如何找ETF 以及如何去研究一只ETF 那我们都在这一集 都约略地讲一讲 其实我们第五集 会有详细讲的 第五集 咦 你说为什么出了第七集 刚才说了 我心急 看到一些例子很想讲 那就不要错过这个 就是学习的机会 那我们刚才 怎样去找 就是我们比较完波波音的 就是过股好处坏处 我们现在想知道 ETF的坏处好处 首先就要找一只ETF来看看 不然怎样说 那ETF来说 我建议大家 就其实Google很厉害 那你们就打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 航空业 Aviation 的ETF 那我们有个 就是你 打这些ETF 然后再配个行业名 通常都会有的 那我们Top4 那意思就是 4头4个 那就是再暗示 其实很多个 那按下去呢 那这个ETFDB 是一个非常好的网站 那可以付钱和不付钱的 其实不付钱也有很多资讯看的 那但是 试一下关系 这个图呢 我给了出来了 那我回到这里 那我们留这4个 那我们比较 ETF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位都要比较的 例如说 第一样东西 资产净值 资产净值越大呢 那相对上来说 比较稳 就是这个基金呢 所hold住的货 你会多些 那其中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 就是看完这4个里面 喂 记住这些叫flashit呢 一真的都认识它 你买那只ETF呢 你不要以为 每个都差不多 虽然每个里面都买的东西 都有 都是大同小异 但里面的实质那个 就是管理费啊 买的什么啊 你喜不喜欢啊 那些真的有分别的 大家看看这里 一天的change 那我估计呢 波音就一天跌很多 那这些呢 ETF相对上来说 都跌得不太多 因为不是只有波音的 一家这些ETF公司呢 就包起码 50只啊 甚至100只200只的 航空业公司的 那里面的 就是这里 我们一会儿再研究吧 这就是杠杆 三倍杠杆 前面也要够给大家看看 你有没有看到 跌三倍 但是那个year to date 就是 1月1号 2019年 去到今天呢 就升了四成 那你就大家想想 哈哈 有些什么启示了 那我的时间关系 我已经按完 给大家看了 第一只叫做ITA的ETF 那我们看一下里面 有些什么成份股 那这只呢 就是ITA 那里面 波音是有的 11% 你又知道呢 其实说就说是ETF啦 但是 它占基重值很大 它全世界最大间 市值这么大 那这里呢 你都不用逐一只看的 那就跟回昨天印度的影片 那我就觉得 HECO 这个什么 是不是香港那一家 HECO 不懂啊 那有时间再研究 总之给一个概括的概念 给大家怎么找ETF 那找完之后 啊 比重怎么怎么怎么啊 这里呢 有得看它那个 Expenses 其实究竟那个管理费啊 KIDIKA 那些呢 我们都不在这里说的 因为有 0.43% 不过这些管理费呢 对长期来说呢 才会有一个大一点的影响 短期来说 其实没什么分别 我个人认为 那第二只XAR 咦 有没有波音呢 有 那它占比重低一点 每只4% 那看着大家呢 就是你想拼去更大的公司 还是拼去一些省一点 小一点的公司 那这个呢 就自己决定了 不看了 PPA 多多 我不想看了 哈哈 那这只就刚才三倍的 国防 这只叫什么 Defense 其实因为航空和国防都有密切关系 所以 都会 有相关的 ETF 有些ETF不是这么笼统 就是说航空的 什么鬼都有 那这都不详细说的了 那看完之后呢 有些朋友都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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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看昨天的 集数呢 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选呢 就是应该看一下 究竟 和指数啊 或者和 股票比较 那我们和股票比较 比较 我们快一点点 那这个就是波音的图 那我们可以按比较 那比较完之后 就进入刚才的ETF 那个Number Number就是ITA 那我们试一下关系已经按了 那么久 这样 那这个呢 不要看 这个是数 就是每一股是多少钱 或者每一个资产unit是多少钱 我们应该按回百分比 究竟升了多少 那 那 大家看到了 红色线 这个就是ETF 那这个就是个股 那 那有些朋友说 哎呀 那就是买个股好一点 哎呀 这样说 橙色线就是整个行业平均数 是波音这期做得挺好 那这个 这个大家自己衡量一下究竟 是你 眼光好啊 还是怎么样呢 那这个 哈哈 你一样急插回来就差不多 那 那长期都不知道了 但是 如果一个正常的小股民 当然想轻轻松松的 都不想这么拼 那 那 我买了整个学研究竟都不用看了 我买了整个学研究竟都不用看了 但是波音每天都有新闻 我真的 挺难受的 就是过多几天 会有 多个国家制裁 他都不知道 插到这里 但是这个就是这样 那我们一次个按了刚才的四个 其实差不多 因为刚才说的 买的东西差不多 看不见到 线上就给大家看到 是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 所以 买ETF 由今年年头去到现在 就赚了 14 14 15 16 买波音都赚了17 不过中间 大幅波动 刚才也都说了 ETF 除了有普通无杠杆版本 就有个有杠杆的 有杠杆版本 是複集很贵多 那我们有时间再说 包括他的 波幅计算法 和他的手续费 和他的 就是 那个价是每天再重新的 很复杂 和他的追踪偏离也很重要 那这个有机会再说 按下大家 3 2 按下来 你会看到 哇 如果你 没买波音 反而买这个航空业的 ETF杠杆 三倍杠杆 哇 大家看看 真的没有困难 你看看多重要 15% 乘3 就是45 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个 很值得大家参考 参考 但是有时间再按下 多少年期 给大家看 那我们大概 ETF和过股 都大概分析完了 那我说完 ETF的好处 那我这里说完了 ETF好处一定是不及过股的了 那当然不要看那些杠杆 杠杆 我去到后期再详细分析 给大家看 一般小市民 或者一般股民 就不建议买杠杆的 那正正常常买呢 其实买ETF的目的都是想你睡觉 舒舒服服去投资 还有 都不想做那么多研究 不是说不做研究 是说做完完之后 一个长期参考 是不会突然间改 那你可能每三个月定期一次 定期检讨一次 但是 你看波音日日有股票 你睡不睡得着 那你都烦 我那次不只是波音 全香港的过股都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你们 有些人比我聪明 那我就 不知道 我不想这样 我不想天天提心吊胆 而且买了下去都控制不到 我不是说过股不好 但是 过股的 就是 要成功赚钱的 学习机制呢 很差 学完之后 但这些出来 我有贵得股吗 我根本学不到东西 反而我ETF长期来说 穩穩阵阵 定定 订阵阵阵阵 阵阵阵阵 阵阵阵阵阵 他过我的日子多了 我购了完都不想理他 其实 就是我有时候 都不明白一些朋友仔 为什么常常可以按 就是有个朋友仔 跟他聊电话 或者WhatsApp他 我用不明白他怎么投入这个游戏 哎呀 波音 我当得波音吧 他不知哪一只 喜欢 一些 很奇怪的股票 什么 茅台什么 他常常把股票跟他的想法 或者是当公司是一个他朋友 很值得投资 人家花很多心机做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瘋子 根本老板都不知道做不做到 他就说一定做到 不再说他了 这个频道都玩我 我买这些想赚钱 不想理那么多东西 我不想和他谈感情 说什么关系 老板好不好 我只是想买完之后 安安乐睡觉 吃饭 还有上班玩 没人想研究这些吧 研究完一次就算了 很误气的 说到就较为平稳一点 没了太大上落 长期好 其实是坏处来的 这个ETF 爆发力没有过股那么好 没得收购的 ETF里面其中一 被人收购的话 都不会影响很大 再者 今次这个波音事件 对ETF都有影响的 不过都不是很大 对比起ETF 对比起个股 波音一天跌成40元 不知道多少 很神经病 而且ETF坏处真的要很宏观 看东西 不是只看航空业 又要看中国 美国 欧盟 对航空业的发展 经济增长 都是麻烦的 不过我个人认为 每一件事都 有些不确定性 股票的不确定性 一定比ETF ETF行业 向好或者向差 是不能逆转 虽然它都很难估计 其实每一件事都很难估计 但是 你会看到很简单的例子 你现在在用什么 你用到YouTube 你用到Google 你用到Facebook 会用多些应用少一点 当然越用越多 这个趋势都没得去那边 没得去逆转 我不知道 可能你们越来越黑 越来越用少一点 我不知道 这个也是个趣事 一时点再说 好处方面 刚才说了波动性 有些人说 哇 波动性这么差 不够刺激 不够惹味 不够好玩 那就是个人的观点 我不喜欢这么刺激 有些人说 买Bitcoin不刺激 我觉得买Bitcoin不刺激 买Bitcoin不刺激 对我来说 我研究完之后 我安心 睡得着 不要说太远了 不可能造假 整个行业怎么造假 除非你收购了整个行业 所有公司一起玩 那盘数 你才可以 哪有这么优秘 又这么优秘 不用做这些业务 神经病 这个也不详细说 不可能造假 ETF 第三 那不够刺激 你就可以加杠杠 大家加杠杠 有很多坏处 跟大家讲清楚 这个是后话 那我回回刚才的图 杠杠虽然你说可以很厉害 但跌都可以很厉害 这个我稍后再show 给大家看 今天分享都差不多 希望在这集里 就是给一个更加实在的说法 究竟 买过股和ETF 角着好存坏处 而比较个人来说 波音或者过股 我就不建议大家 放这么多时间心机下去 原因是因为 就算公司老板 都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 而 ETF来说 这个趋势就是这样 没得去逆转 那这里都分享完了 今天分享这么多 不知道你们想听什么 有什么想听 就留言 有什么想说 或者有什么想问 就留言 今天分享这么多了 订阅和赞和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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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